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日本每到春天百花齊放 櫻花、繡球花、杜鵑花、昌浦、紫藤、粉蝶花、美不勝收 賞花也是外國觀光客來日本的必作清單之一 本支影片寶寶就來介紹三個東英介紹賞花的大景點吧 足利花繪公園位在麗木縣 離東英坐星岸縣加電車大概一個半小時可以到達 這裡每年最有名的時刻就是四月中到五月中的藤枝花物語 很多人會從白天一路待到晚上看這裡的打光秀 如果行程不趕的話,大家也可以這樣玩 足利花繪公園共有350株左右的藤花 我們先前往園區最知名的大藤棚 樹齡超過160年,在1000平方米的區域生長著 我們來的時候剛好是五月初 是大藤棚的藤花準備結束的時候 但這個公園的不同顏色的藤花會在不同的時間開花 雖然時間剛好是白藤滿開的時候 我們就穿過80公尺長的白藤隧道吧 除了藤花外,春天也是百花齊放,如詩如畫 對了,大家別忘記在這裡吃一個紫藤花雙琴打卡一下 長路海濱公園位慈城、品川或東陰車站 搭乘特輯陶吉娃或日達機 不到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達聖田站 接下來搭乘巴士 約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這裡約215公頃 將進到安森尼公園的石被大 原本是軍用飛行場以及射擊練習場 後來於1973年3月 採納當地居民的希望以和平為主題建園訴求 國營長路海濱公園也因此誕生 從西門禁園區之後 我們直接走到劍晴之丘 也是粉蝶花所在地 這裡原本是使用建築廢土所堆疊起來的 高度達58公尺 也是長路納科士標高最高的地點 周圍沒有任何遮蔽 讓500萬株的粉蝶花跟藍天河為一 從小丘陵下方拍照 中間拍照 或是頂端拍照 都有不同的美感 另外這裡的粉蝶花冰淇淋也是IG打卡的必備甜點喔 富士之音祭位於山林縣 從東京達成富士回遊加上巴士 大概兩個半小時可以到達 這裡是四五月限定的活動 有了東京首都圈最大的知音田 大概有50萬株 會場中有八種不同的知音 在不同的時間綻放 建議可以走到展望台 有高處觀賞知音更為震撼 其實包婆拍攝的時候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富士山 有機會的話再去拍一次給大家看 另外這裡飲食區也有蠻多種類的餐點可以選擇喔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喔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